好继续一连串还要来关心的就是呢 整个新国会2月1号马上就要开议了 当然现在国会龙头之战也已经宣告开打 韩国瑜宣布呢将会跟江启臣两个人搭档参选 但是呢他们也释出了善意 保留民众党副院长的空间 至于在绿营方面呢 则是力推由习坤来寻求连任 因此外界推测了 在目前三党不过半的形态之下 只要民众党不挺绿 那么国会龙头最终就会由韩国瑜胜出 新国会龙头之战即将开打 韩国瑜脸书抛出震撼弹 将与江启臣搭档参选立法院正副院长 网友嗨翻天说这是最优秀的组合 台湾人民给我们力量 创造出最棒的优质立法院团队好不 好 但韩国瑜也提到若民众党愿意合作 江启臣更愿意将副院长优先给民众党的人选 促成在野大团结 真正让民进党感受到六成民意的愤怒 只要大家有共识 那我想我这边可以退出没有关系 保留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个我们要相互尊重 根据立法院的政府院长选举办法 第一轮投票踩绝对多数 第二轮踩相对多数 目前国民党加上高金素媒等两席 无党籍立委共有54票 民进党51席 民众党8席 只要有民众党支持 韩国瑜第一轮就可以过半 但民众党若保持中立 没挺率 韩国瑜最慢在第二轮也能胜出 各界分析以绿云过去和客问者相处的特殊经验 民众党恐怕很难挺率 过去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跟柯文哲 也是几乎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说他现在放下马上合作 事实上都有高度的困难 所以最后我觉得就是民众党应该会投自己 那国民党会以多数当选 民众党表示不会和特定候选人私下协商 未来国会局势未定 行政院方面 陈建帅内阁总司被蔡总统 未留至520新政府就职 未来三个月看守内阁 520之后政坛将有全新局势 接着杨姐王军演 李俊宁台北台中报道 好聊天室里头又看到 旧孟猫的斗内送我们一个可爱的贴图 另外还有看到特勿一汉朋友的斗内 他跟我说我主持的每一集节目 都是最正的 好非常感谢你 另外呢现在这个小时呢 还有看到李玲的加入 有在这个聊天室里头留言 还有看到旁台喜 也有在聊天室报道 非常感谢各位 好当然我们继续还是要来关心的 就是在立法院的部分 立法院下一届是三党不过半 好民众党呢有巴西立委 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 但是呢话也说的比较大声 韩国瑜在昨天呢 已经率先表态了先出拳 除了展现国会最大党的态度 另外他也保留跟民众党合作的空间 相较于去年总统大选时 蓝白河的谈判过程 大家的分析是 这一回的立法院龙头之战 国民党务病要痛病思痛 深刻醒悟 而且呢 韩国瑜先摊牌 选择了江启臣 恐怕呢也是有意要杜绝党内争议人士 台面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好但是呢 现在引发一个讨论 就是也有消息传出 韩国瑜如果到时候没有选上院长宝座的话 就会把不分区立委一直辞去吗 好对于这个部分呢 韩半回应了 国民党方面不愿意做出任何的评论 韩半则是表示 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回应 好当然刚刚有说到在立法院的部分 民众党巴西立委成为关键的少数 柯文哲呢 其实在选前因为蓝白破局 遭受外界的批评 当然选后的国会龙头之争 现在外界也质疑说 他是不是受到所谓的战狼派的意志左右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柯文哲在18号晚间的时候 在脸书有发文强调 他们已经提出想法了 如果有志想要竞争立院龙头 那么就应该要致力推动国会改革 而不是只求落实党义 好柯文哲特别提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集体的意志 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游说而改变 但是呢 中国时报的社论 在今天就特别提到了 现在呢 在立法院监督执政的原则之下 如果一再的侠律邪蓝 那么民众党恐怕就会陷入 角色错乱的价值冲突 好当这个政治斗争 也没了理想性 难保更多的磕粉会变成磕黑 尤其啊 柯文哲的个性很善变 如果一再上演今天合作 明天就鸡飞狗跳的三分合 还有七分斗的话 那么就算能够凭关键少数 发挥破坏性的力量 这个代价可能会引来 蓝绿之间的刻意忽视 最后呢 流于空有主张 但是什么法案都推不动的 小党困境了 2月1号新国会会期 马上就要开始了 新政院长陈建仁呢 按照现政惯例 18号这一天已经率领内阁总辞 不过总统蔡英文有未留 陈内阁将会一路留守到 5月20号新总统就任 国民党立委李德文因此批评了 看守内阁只是完全在空转 民众党党团则是强调 施政可不能就此摆烂 更应该要彻底清理累积的彼案 民众党党兼立委蔡壁如 在台中的第一选区 这回是小说的民进党的蔡其昌 媒体人吴子佳认为说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照不住民众党 这八位的部分区立法委员了 好所以呢 蔡壁如下一步是这个职务吗 蔡壁如这回回来 就是想要帮柯文哲 牵制这八位的立委 柯文哲有可能会给蔡壁如 一个职务 然后兼立法院党团的一个主管 我们再来看到黄杰 黄杰的部分呢 即将要前进国会 但是郭正亮批评了 他进入立法院之后 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 恐怕只会被当成小丑来对待 黄杰根本在立法院 不会有任何作用 我跟你讲 黄杰还说他要对战韩国瑜 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人家就把你当作小丑 那你就再去骑重机好了 就基本上没有人会理你 立法院是什么怎么运作的 立法院就是你是来闹场的是不是 人家很多人是有重要的事要做 他可能觉得媒体会报就好了 他再翻个白眼媒体写不写 我跟你讲你以为这是市议会是不是 立法院一定会有很多人 就立刻训斥他 说你要做秀你就不用来这里 你就回去当市议员吧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了解状况 黄杰你那个高雄市议会在干嘛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就要高雄市议会咨询的水平 有的根本就是在聊天 就跟市长在那边聊天 不然就要讲他的个人的服务案件 就直接这样干的 立法院不能这样质询 我跟你讲 你如果这样质询明天就变成 都变成头条了 说他在关说他自己的利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有很多是凭实力的 个人外面的作秀黄杰当然很厉害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在立法院能够突出 能够变成明星 那是要有一点本事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赏